最美劈腿女,直言后悔曾拒绝霍建华世爱,call out 林心如。 近段时间,台湾女演员林伟军,在参加一档综艺节目时,透露自己曾经得了一种怪病,导致大半年时间都张不开嘴。 林伟军还解释道,是因为五年前参演某乡土剧时拍摄时间过长,压力过大,自己长时间不自觉地紧咬牙齿,致使牙齿大半年都张不大开。 林伟军,当年不仅仅是在台湾红级一时的当红女演员,就连在内地,也为无数观众所熟知。 就说八十后,九十后这一大波网友,有几位是没有看过林伟军当年主演的台湾偶像剧的。 林伟军曾出演过的《薰衣草》这部偶像剧,在剧中饰演饰演心迹很重的季情穿前女友一脚,戏份很多也很精彩的呢。 在海豚外恋人,搭戏火箭华,出演剧中的杠练帅气且温柔端庄的女二号徐珊妮。 紧接着,林伟军再次和霍剑华合作,主演了电视剧《千金百分百》。 一部部经典偶像剧作品,不仅仅是一太的最爱,就连陈尼金庸木侠剧的八爷也有追过的。 只不过,林伟军是属于有一手的好牌,最终却在堵桌上输得一塌糊涂。 林伟军,最火的时候,一度被称雷是最美脸孔,男神收割机,就连偶像剧女王陈乔恩都来给她当配角。 然而,这个拿着一手王炸的女人,却因为频频劈腿而被外界所诟病,人气大跌,最终沦为十八线女艺人,而当年为她作配的演员却早已晋升失手可热的一线艺人。 早年,林伟军通过朋友叶志明介绍,进了《马拉仙师》剧组。 在戏中,林伟军饰演了一个超级放电女探判,而她第一个放电对象就是朱孝天饰演的家宝角色。 合作期,互动过于亲密,总是会引来风言风语的。 只不过,林伟军不是朱孝天的菜,于是很快就传出林伟军被朱孝天拒绝的消息。 谁知道,紧接着,又有传闻称林伟军试图语言程序交往无过后,又将目标锁定暴龙。 有传闻称,林伟军还为了争夺暴龙而与同剧组的摊会如翻脸。 且有工作人员爆料称,曾经看到林伟军去流星花园片场探暴龙的班,两人还有说有笑,感情好到可以玩猜拳脱衣服。 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,林伟军和暴龙出现后,竟然炸出了林伟军的正派男友欧定星。 对方自爆是林伟军到前的男朋友。 呃,果然是个看脸的妹子,只不过与仪态不同的是,林伟军可不止限于欣赏,反而像极油一般,将美男进收囊中。 F4都对了林伟军的胃口这是真假难定,可是林伟军确实在拍摄《马马先师》的时候劈腿了。 林伟军和同剧组的男演员林伟薇互有好感,这段双林恋甚至还得到了双方经纪人的认同。 可是,林伟军和林伟薇在一起的时候,据传林伟军并没有与出道前的男朋友欧定星整理好感情呦。 这位小姐姐也是蛮大胆的,好在当时双方经纪人都认可,也联手帮忙处理,所以才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。 万万没想到,林伟军的极油之路并没有就此收手。 与林又薇交亡期间,林伟军又再次劈腿许上阳。 林伟军和许上阳在拍摄海豚帮恋人时踏出火花。 一向是爱情至上的林伟军背着当时的男友林又薇,与许上阳在车上拥吻被记者拍到。 事情搞大调了,林伟军只好召开记者会挽救一下。 记者会上,林伟军声泪俱下承认在没有跟林又薇清理关系之前,就接受了许上阳的感情,还哭求男友林又薇原谅,同时也宣布两人分手的消息。 女人啊,还是个美人呢,示弱的样子估计也得到了不少人的原谅。 要知道,那时候台湾可是很推崇琼瑶的爱情论,爱情至少,就算是当小三也能吹的一手深情人设。 在这种大环境下,林伟军这一番痛哭炒作还是蛮成功的。 可是,林伟军玩起来也是石头牛都拉不回来的。 与许上阳交往期间,他依然飞闻不断。 在拍男兵格尔时又跟昆达传出飞闻,徐少阳起初还护着林伟军,强调除飞桌间在床,不然绝对相信他。 不过两人也没撑多久,一起合作的后天美女在上海杀青后,就正式宣布分手。 分手后的林伟军在拍摄电视剧《金色摸天文》时,又跟演员林伟星相恋。 林伟星与交往多年女友分手,和林伟军戏里戏外都爱得要死。 只不过,交往一年多后,因男方九号对其暴力而分手。 据说,两人相识时她就已经是第一女主角,而林伟星只不过是个配角,交往期间林伟军也时会提到前男友们,让林伟星闷上加满,最终暴力导致分手收场。 后来,林伟军还被踢爆和音乐才子陶哲相恋。 两人曾经被狗仔队深夜直击,林伟军三次进出陶哲家中不说,甚至有一天两人还一起过夜。 前前前后后劈退了14位男友,店里十足的林伟军也后悔过,还曾在节目上哭诉自己恋情坎坷。 虽然对劈退十足林伟军不是很感冒,但也不得不说一句,林伟军可以不用后悔了。 如今和林心如结婚的霍建华,已经成了全网群潮的对象了,最近两天,林心如又被吃瓜群众们吵了一顿。 林伟军感情方面确实很渣,但不得不承认当年给大家贡献了很多经典作品。